大家好,我是宁阮山,欢迎收看《阮山观传》 今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俄乌战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 1. 近期俄罗斯知名网红车臣领导人卡特罗夫突然肥搬 并罕见地缺席普京面对全世界进行的国情之物演讲 普京突然接见卡特罗夫的儿子 这些都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2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全世界进行了国情之物演讲 在这样重要的场合作为普京的头号粉丝 车臣现任总统拉姆赞卡特罗夫竟然没有出席 2月28日卡特罗夫派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未来车臣总统的接班人艾哈曼特·卡特罗夫 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见普京 这个被外界解读为卡特罗夫将自己的接班人正式介绍给普京 希望得到普京的支持 不过几乎邮报3月3日报道说 哈萨克斯坦著名的记者塔洛夫 缓引消息人士的话爆料说 车臣领导人卡特罗夫之所以没有出席 是因为他可能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 欧洲最大的报纸 德国图片报 亦缓引消息人士的报道 卡特罗夫不单只是染上了毒癮 还可能患有严重的肾脏疾病 而他自己却怀疑中毒 而信不过莫斯科为他派来的医生 寧愿求助外国名医求治 报道说 几个月来卡特罗夫体重暴增面识阴层 在视讯影片里连眼都查不开 卡特罗夫上月在社交媒体说 车臣军事领导人阿普提奥努迪洛夫 在2月8日收到了一份欺微强烈的信件 并已中毒 这是一起暗杀企图事件 从这则贴文 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卡特罗夫的强烈疑心 难道他已经怀疑上了普京 认为普京要将他除之而后快 毕竟伴君如伴虎 卡特罗夫出生于1976年 现年于47岁 有12个子女 他在2007年3月2日接替了他的父亲 鲁卡特罗夫 出任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总统 至今已是第16年头 车臣部队在俄乌战场 主要是躲起后方扮演独战队的角色 却因女女摆拍、造假闹笑话 被爱梅峰为抖音军 和卡特罗夫车臣打卡王的封号 不敬移走 而最近 两名俄罗斯动员兵的家属 联系了一个被俄罗斯政府禁止的媒体 由伊尔富士克动员兵组织的俄军第1439团 在上个月底和本月初短短两日之内 全军覆没 几乎所有人都死了 一位动员兵的妻子说 她接到丈夫的电话 她的丈夫被弹片击伤 正在医院治疗 她所在的第1439团里面 已经胜低没有几个人 只有两名相缘 其他人不是战死 就是被留在那里 据悉 第1439团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被派去攻击 顿涅薯克附近阿夫杰耶夫斯克的 乌军坚固防御阵地 拒绝参战者被威胁将会以逃兵处理 结果就是遭到毁灭性的损失 据德国《明镜周刊》3月5日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兼 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卡欲尼将军 在3月3日在德国汉堡出席活动时表示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 到目前为止 俄罗斯已经损失了2,000多两主战弹劾 超过20万俄罗斯士兵被杀或受伤 俄乌两军在乌东城市巴克姆特的激战 持续已长达7个月 乌军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形容说 巴克姆特的每个小时都好像在地獄 但乌军方指出说 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 才会棄手这座重要战略城市 巴克姆特这座昔日以采盐业而文明的城市 当地原有7万人口 但现在已经处处断壁残行 据报道说 现在仍有4,000多平民被困在城里 几乎表示正在努力疏散这些平民 但随着道路截断炮火猛烈 这项任务变得日益艰难 尽管有很多传言说乌军已放弃抵抗 但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周一表示 他们仍然决心坚守这座城市 还未到周一之前 扎伦斯基的一名顾问说 守军可能会在巴克姆特撤退 退回到附近的阵地 扎伦斯基的办公室周一表示 他主持了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该局的高层军事人员 经过权衡后 赞成继续进行防御行动 并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巴克姆特的阵地 而就在这个紧要关头 乌克兰内部部长顾问安东格拉伸科 在推特铺出了一段影片 影片中 阿加纳雇佛容军的头目普利格津 显然对弹药的不足感到忧虑 他声称说 阿加纳的弹药即将耗尽 此出 如果阿加纳撤退 整个质液攻势会断裂 导致劳甘克斯 克里米亚区域被迫投降 巴克姆特的前线将会崩溃 而就在近几日前的3日 普利格津拍影片昌星说 目前已经包围巴克姆特 要求小泽尽快做出决定 撤出守军 乌军王牌第93类士兵说 我们仍然坚守巴克姆特 还未有人打算撤退 我们坚守这个地方 巴克姆特就代表乌克兰 这样说 阮山认为对乌军来说 现在最首要的任务就是 为乌军反攻争取时间 而且战事正在肖然反转 反攻可能已经开始 为了准备反攻 乌军已经开始前期的准备工作 具体战术和去年的夏天一样 直主要打击俄军的后勤補级基地 例如弹药库、燃油库、交通要道等 当前俄军主要有三大后勤補级基地 一是马里乌波尔 二是梅里托波尔 三是克里米亚 马里乌波尔在被俄军占领之后 因距离顿巴斯前线超过100公里 而海马斯火箭炮的攻击距离只有70公里 它就漸漸成为俄军的一个后勤周转基地 梅里托波尔比马里乌波尔更重要 它是连接乌冬和克里米亚的交通要道 是乌冬战场上的战略咽喉 克里米亚即是整个乌冬战场的大后方 大约在当地时间3月5日18点30分 俄军占领的梅里托波尔发生了强大的爆炸 两起强烈的爆炸均发生在俄军驻梅里托波尔的军事基地 据报道说 在梅里托波尔的北郊区听到了两声强烈的爆炸式 据我们在当地抵抗组织的消息称 俄罗斯人在基地内两个营地被摧毁 流亡的俄罗斯市长伊曼·辉多罗夫 在全国电视节目上宣布了这个消息 根据初步反饰的消息 苏巴名俄军士兵在爆炸中身亡 当地医院已经被伤兵全部征用 还有些人被紧急送往外地 废多罗夫补充说 总抄谋部将会在几天后提供确切的数字和完整的信息 废多罗夫在节目上没有透露这次襲击的细节 但普遍猜测 这是由凯马斯根据当地抵抗组织 准确的准确坐标击中了基地内的弹药库 造成的强烈爆炸 在过去的一周里 乌军还对马里乌波尔实施了大规模的精准炮击 这个意味着乌军已经获得了射程更远的弹药 3月1日 在马里乌波尔的一个机场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 俄罗斯声称是乌克兰的无人机执迫了这个机场 现在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反击能力确实越来越强 乌克兰无人机的主要打击目标还是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距离近又是俄军核心物之周转基地 打击克里米亚削弱俄军的后勤補给能力 可以直接影响互动战共 美国五角大楼近日宣布了一批 总价值是4亿美元的缓污装备 主要是各种炮弹 比如海马斯的227毫米的火箭弹 105毫米炮弹 25毫米机关炮弹 而且还有一样新的装备 装甲造桥车 这是由M60坦克底盘的工兵驾桥车 最大延伸桥距可达到18米 将可成为乌军计划春季反攻的重要开路利器 好消息还有 乌克兰著名军事专家日丹诺夫近日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将能够在一个月内解放克里米亚 据日丹诺夫介绍 俄罗斯目前正在为乌克兰武装部队 可能对克里米亚岛发动的攻击做准备 并在此积极建立防御攻势和挖掘战号 他们完全害怕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登陆克里米亚 不过日丹诺夫认为俄军会自行投降 他介绍说 由于远程武器的存在 这座城市被射成为150至300公里远程系统的火力封锁 所有渡口将被封锁 并开始计划消灭俄军库存 包括弹药仓库、仓库燃料和润滑油、军事单位、装备和武器 经过三至四周的跑击 俄罗斯的军队将无力守住克里米亚 我们希望他的话能够应严成真 乌克兰可以取得一场期待已久的胜利 由此看来俄乌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